欢迎昨天今晚九点热话题 我是叶佳荣 到底轰炸加萨医院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以色列现在端出了各项证据 包括爆炸的位置跟火箭弹的方向 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不过巴勒斯坦仍然坚称 以色列应该要负责 加萨医院爆炸瞬间画面曝光 到底是谁出手轰炸 以色列不断端出证据 指控伊斯兰圣战组织才是凶手 以色列特地制作影片分析爆炸位置 发现主要的起火点 其实在医院前的停车场 从事后空拍图 也能看见停车场车辆歪歪斜斜 但建筑物其实只有部分受损 爆炸威力并不大 而另一张对比照 也能看出这次医院爆炸位置 几乎看不见明显的弹坑 在对照右手边 已军过往的空袭 酿成巨大的弹坑 显示攻击并非来自空袭 第二个证据则是公布哈马斯成员的录音档 专家认为这个录音并非空穴来风 以色列还公布了这段影片 可以看到当晚6点59分左右 陆续有火箭弹从加萨地区发射 分析当中的角度和位置 其中一枚落下的地方 刚好就在医院附近 但这些证据看在巴勒斯坦眼里都是造假 认为拦截的录音不可信 以把双方对医院爆炸各说各话 成了罗生门 点新闻 而以色列仍然在想方设法 突破哈马斯的防线 向军方就发现 哈马斯非常擅长勤搜 在突袭之前 就掌握了以色列每个社区的住户 跟警卫人数 甚至连人职应该关在哪里 早就已经准备妥当 对着镜头喊话 血绝对不能白流 哈马斯领袖在加萨医院 被炸后最新发言 呼吁伊斯兰世界团结 情绪激动 或许是因为哈马斯准备 多时的作战计划 恐怕功亏一篑 以色列政府秀出 号称是从哈马斯死亡士兵身上 找到的文件 一张张作战计划 包括地图 预先划出10月7号 要攻击的以色列社区 还有表格准确列出 每个地方的居民和军人数量 甚至连社区每栋建筑的军事价值 包括人质要关在哪都预先评估好 这么详细的情报 到底从哪来 而这批随身计划 也行不止加萨周边的 以色列社区 虽然乙军这次及时阻挡止血 但哈马斯的情报能力和野心 显然比过去更加进化 日月新闻众报道 而被掳走的人职 至今还是没有办法回家 有一名父亲就说 他接到女儿被绑架前的求救电话 听到孩子绝望的哭声 让他实在是难以承受 趁着美国总统拜登到访以色列 不少以色列人质家属 拿着被哈马斯掳走的家人照片 举牌请求拜登救人 像这位民众 他的三个孙子跟媳妇都被劫走 到现在音讯全无 像他一样的情况 在以色列至少有上百个家庭 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家人的消息 是生是死 完全没有头绪 一名85岁的老奶奶 被哈马斯抓上高尔夫球车游街 当时这个画面震撼各界 孙女实在焦急 以泪洗面 也希望拜登能伸出援手 帮忙救人 而这对父母的女儿 也是被哈马斯绑走的 其中一名人质 录音档内是女儿当天 打给爸爸最后的求救电话 但这也是她与女儿最后一次通话 而证明躺在医院的男子 其实是癌症患者 10月7号 他原本是想转换心情 去参加了音乐祭 怎会知道 遇上哈马斯大屠杀 但像他一样能活着回来的还算幸运 更多人被武装分子掳走 至今人下落不明 TV宣众好报道 而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对立 也让以色列人民对政府感到很失望 有最新的民调显示 超过五成的人认为 总理纳坦雅胡应该要下台负责 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 李佳琪 哈马斯攻击以色列 让以色列政府的威信全失 接下来以色列总理的大位 可能也会不保了 我们都知道 这一回哈马斯发动了攻击 以色列人当然很生气 不过他们生气的 还不只有哈马斯这个组织而已 还包括了以色列的政府 因为他们认为 政府放松警戒 把人民拖进去 整个地区的战火 所以现在就点名了 以色列总理跟政府 是没有办法被原谅的 那么在以色列的中间 他们现在都认为这是惨败 学者分析了 他们认为总理必须为此负责 所以整个当权派 也可能会跟着离开 不过我们但也看到的是 以色列现在他们的 晚岛报名调显示 在以色列战后之后 会不会希望这总理继续留任 希望他留任的人只有21% 但是希望其他人接任总理的声音高达 66%等于是超过一半以上 那么大家就会好奇了 那么接下来谁可能来接班呢 因为如果以色列今天举行选举的话 他们预估联合党会丢掉 三分之一的席位 他们认为接班人就是他前防长 有可能会担任以色列的新总理 而且他所属的国家团结党 可能还会全部来吸收这些席位 所以未来可能就会换言做做看 而国际社会有很多谴责以色列的声音 像全球各地都有以色列的使馆 被包围抗议 另外在约旦河的西岸 还传出有示威罢工的巴勒斯坦人 被开枪 腿部中弹 突然枪声大作 正在示威的巴勒斯坦人吓得趴下 直见有人腿部中弹受伤 火速被送上救护车送医 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也展开罢工 并且纵火封锁道路 反以色列示威在全境扩散 土耳其以色列大使馆外 示威群众愤怒敲打 还强行爬上建筑 一路破坏 逼得警方出动摔累瓦斯驱离 阿根廷防暴小组也全副武装 因为以色列使馆受到炸弹威胁 使馆人员在仓皇中被紧急输胜 以色列成为众矢之地 刚到西班牙的以色列足球队 一下机当地警方高规格护送 周三比赛更出动七百警力 在球场为安 拜登前脚刚离开英国首相苏纳克 随后抵达以色列 他一表态跟以色列站在一起 联合国秘书长在一带一路峰会上 分别向以色列以及哈马斯喊话 天主教教宗方吉各则说 希望大家在这场冲突选择 站在和平一方 而要停止杀戮的话 人道救援的脚步必须要加快 加萨走廊通往埃及的拉法关卡 最快周五就会开放了 不过当地的难民营仍然成为空袭的目标 很难想象原本收容超过三万难民的地方 已经被炸成这副模样 这处加萨难民营遭到以色列空袭 建筑惨被移平 空拍机记录下惨烈景象 而轰炸当下 建筑物已经被炸到垮了一大半 居民在瓦砾中来回搜索 却难以找到生还者 与此同时 医院的伤患持续涌入 救护车来来回回 时时刻刻都有伤者被送进来 更有民众自己扛着昏过去的家人来求助 医疗人力已经不堪负荷 整天下来 加萨地区的爆炸声依然没有间断 失去大楼直接被炸毁 烟尘窜上天际 居民想撤离也没办法 埃及拒绝让加萨难民进入西奈半岛 就怕哈马斯成员跟着混进来 但拉法关口最快周五将有限度开放 让救援物资先进入加萨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边境 各种残忍画面持续曝光 一名22岁的年轻女医护阿米特 在贝里屯肯区救人 目睹哈马斯挨家挨户闯入扫射 杀害超过120人 在诊所内留下这段讯息之后 她也重担倒地 两天后 家人才确定她已经身亡 年轻女医护为了救人 却遭到杀害 不管是加萨还是以色列境内 每天持续有无辜生命 在战火中牺牲 TV身份综合报道 尔巴之间的对立氛围 现在延烧到美国去了 康奈尔大学的教授 因为跟学生立场不一样 就引发冲突 还有300多名声援 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是进入国会静坐抗议 被警方逮捕 美国国会山庄的坎农大厦 办公大楼 18号遭示威人士占领 他们身穿黑色上衣 手举标语 在原型大厅静坐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 并喊出让加萨活下去的口号 这些都是亲巴勒斯坦民众 人数在300人左右 美国国会警察局 以国会大厦 禁止进行示威活动为由 陆续将示威人士 一一逮捕 不过他们没有剧烈反抗 双手反抗被带走 整个过程还算平和 但其中有三人被控袭警 但共和党籍德州众议员韦伯 因办公室外 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的标语 遭人破坏 在社群媒体上 目呛示威者 国会山庄外也有多达数千人展开游行声援巴勒斯坦 这样的冲突场面同样发生在长春藤名校康乃尔大学 一名副教授在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中演说 公开力挺哈马斯突袭行动 引发极大争议 此外一群亲巴勒斯坦群众在剑桥举行示威活动 并徒步走向哈佛大学商学院 一名以色列学生举着国旗 双方叫嚣对峙 马里克说 他的母亲和姐妹都还在特拉维夫防空洞中生活 希望外界支持以色列 以巴的冲突持续 造成美国社会出现两极反应 校园内外都不平静 TP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美国总统拜登现在仍在以色列访问 不过美国的立场却很两难 因为在营救以色列人职 跟处理加萨难民的问题上非常难取得平衡 我们要继续把时间交给佳琪 以巴冲突如火如荼之际 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总统拜登竟然造访以色列 而且这么刚好加萨医院被炸的时刻 所以拜登的态度就备受关注了 人就认为美国去是不是要帮加萨攻击开绿灯 但现在有人说其实应该是闪黄灯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哈马斯组织手上还有数十名的美国人质 拜登不能任由以色列现在大开杀戒 那么那意味着美国人质可能会惨死在加萨 这对于短期拜登要竞选连任而言 可能是很大的影响 长期也会影响重创跟阿拉伯之间的国家关系 所以与其说拜登过去是叫他们踩油门 不如说刹车的成分大过于踩油门 目的是要截至以色列的报复规模 而我们但你看到的是 现在拜登过去宣布增援一亿 大约是32亿台币的钱 作为加萨走廊跟西岸人道救援的资金 但是现在还有皮哈马斯攻击以色列 就像15个911恐攻 拜登要支持以色列抢救美国公民 但是要从哈马斯有交情的卡达埃及雷下手 只是这里面要注意得到的是 就是如果被视为对以色列的入侵 加萨开绿灯的话 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美军可能会 再次被卷入到区域冲突的危险当中 很有可能工薪就变世足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